新浪的网友们,现在我们与大家请到的是叶玄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新浪的网友们,大家好 那刚刚我看到你拿奖的时候很激动哦 一边感谢,然后一边哭哦 嗯,对,还没有平复过来 就是刚才是紧张比较多 我很怕感谢漏了人 那其实自己现在最想感谢的是谁呢 古天乐先生 那之前自己有没有想到可能会拿这个奖 有心理准备吗 就是有朋友会一直讲 你的朋友肯定会鼓励你嘛 说哎呀,你会拿,你会拿 但是我一直让自己不要想,不要想这样子 那现在自己心里的心情怎么样 我觉得 嗯,遗憾啊 我觉得我们戏里的 像任仙齐啊 古仔他们今天没有来 我真希望我们这部戏像一个家庭一样的 景哥他们都能够在就好了 嗯,其实我们也看得到 叶玄这些年一直很努力 很多片子里面都有你的身影 那这次终于凭借这套片子拿到奖项了 那你觉得最大的原因在哪里 最大的原因是 人和 就是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帮我在制补片子里 我遇到了我最好的老师 杜启峰先生 我最好的朋友古天乐先生 还有我最好的老板林坚月先生 他们的帮助 如果没有他们就肯定不会有这个奖 因为我每部戏都是这样在演 对啊 那接下来叶玄想尝试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新的 想拍爱情片 那现在已经有在筹备 已经在拍了吗 现在在筹备的可惜都是动作片啊什么的 希望能够接下来拍一部爱情片 好谢谢 恭喜 谢谢